各位朋友俗话说人红是非多呀 华为啊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华为呢出事出了俩事 可以说是中国网友呢喜怒交加 一个事呢就是华为的某一个售后的门店 也不知道是华为的直营门店 还是加盟的门店啊 闹出了一个叫提灯定损的手机版 我们先看视频吧 我凭什么不能录啊 放大录是吧 我有客户来放大 时间放大是吧 哪呢 这边都是平角的 这边和那边是一样的吗 这都是华为 这就是华为手机 看看我的手机啊 我手机哪有磕痕 说我手机有磕痕是吧 老板看一下那里面的这个毛病 让你待会看看这个折印 说我手机有磕痕 有磕痕 不给你以为我保雄 他就是华为 中国网友怒了 这不拿着放大镜定损吗 这手机啊 他买了一个折叠屏 这个折叠屏这东西吧 有的时候他这个 折叠屏就容易漏液 一漏液呢 那个折痕的地方就黑了 他这个就是啊 那折叠屏漏液了 他去保修去 然后呢 拿着放大镜来定损 来拍 终于找出一个划痕来 说他这手机上面有一个 你看这一毫米的划痕 这纯属是耍赖了 如果是华为的直营门店 全部开除 加盟门店 干脆啊 就取消他的加盟资格 这纯粹给华为的脸上抹黑啊 4月23号 河北的网友曝光了这件事 放大镜定损 立刻就让中国网友给怒了 是吧 这个 华为啊 这些售后人员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 终于用放大镜找到了一毫米的划痕 然后呢 聚保 他们认为 这是人为的 人为损坏 不能保修 如果想要修 就得支付维修费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如果是维修费的话 那可是一个天价数字 就他这个价值7000多的折叠屏手机 如果是换这个屏幕的话 怎么也得两三千吧 对吧 这位网友非常的不满 把这件事发到了网上 这件事呢 一看啊 那是华为的事啊 遭到了媒体们的报道啊 无论是爱华为的 还是恨华为的 这时华为呢 就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对吧 都趁着这个事进行调侃 对吧 放大镜定损 就是不给保修 终于有人说华为的售后了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 售后很过分吗 你怎么不用显微镜呢 放大镜还是差点啊 这次华为这个事啊 说实在的 也是要危机公关了啊 有的网友说 大家都是说说支持 没想到你真买啊 手机版的提灯令损嘛 一万多条评论 一边倒的骂华为 你这边你个售后 你给华为找了多大的事吗 华为的官方说的是 明显的划痕磕碰 进水挤压造成的人为的损坏 华为才会聚保 这个一毫米的划痕 你如果聚保的话 那确实是太难看了啊 这个事情太难看了 这个锅必须得这个售后来背啊 各位 华为可千万不要伤了爱国网友的心啊 对吗 各位 华为必须得这个赶快进行危机公关了啊 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网友呢 特别狂喜的事 就是华为的P70发布了以后呢 网友们把这个P70给玩坏了 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爽的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华为的AI修图 它这手机里边有个AI修图 可以一键消除 至于消除什么呢 网友最爱的 哎 来了 勾来了 球来了 勾来了 网友们特别喜欢这个功能 但是呢 有人呢 把这功能给搞到网上去了 树大招风啊 这些网友你 你闷嘚蜜 你不就完了吗 你自己跟家里玩不就完了吗 你这一发到网上去 这不就让华为深陷假奶门了吗 那位说真的是假的呀 对对对对 它确实是假的 因为是AI生成的 不是本身的 不是本身的啊 有的网友玩的更彻底 我也不能给大伙放 是吧 那就全AI给你生成了 是吧 这是谁啊 这应该是佟丽亚吧 对吧 佟丽亚也被大家给玩坏了 哎 好好家伙 哎 哎 哈哈 那位说 这个玩意儿啊 其实吧 咱说实话 AI修图功能并不是华为的这个首创 小米的手机上也有 有的网友也在小米的手机上发现了这个功能了 当然了 那个叫叫什么呀 好求者重嘛 所以这个功能对这些网友来说 那绝对是一好事啊 可是呢 这个事情呢 又上了中国的热搜了 这一上热搜 啊 这事 那就玩坏了 那就玩坏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华为 这个下一步是不是要把这个功能给去了呀 啊 你说你们这些单身狗们 对吧 你自己跟家里爽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把这个事弄得沸沸扬扬的 就非得放到网上去啊 是吧 啊 你这放到网上去 你这不就搞大了吗 你这一搞大了 最后 那不就搞没了吗 是吧 这帮人 真傻 是吧 华为的售后部门啊 网友一喜一忧的事啊 希望你们能够正确的处理 喜的事 你们就装不知道啊 装糊涂就完了啊 忧的事尽快的整改啊 不要给华为丢脸啊 售后这玩意儿能省几个钱啊 是吧 这可是对华为的企业形象有着极大的 这种影响呢 点个订阅 下集再聊